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回到这一集的《鹿满刀》 仍然有我CK和Makran Hello Hello, Makran, 你好 今集我们讲了什么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阳光 是呀… 今集我们讲了什么呢 也是和植物的环境因素有关 而我们讲的因素是不能改变的 是 我们没有办法给它多些阳光 给它多些什么 只能够有些什么 我们就那样东西 然后种那样东西 记得一样东西, 种植那样东西 就是我们… 那时候我讲的很像是一样 我们叫恩财施教 不同的小朋友有不同的特性 你按特性, 然后种那样东西 你很喜欢那样东西 但是没有奈何你, 环境不行 先天不足, 你根本就不要选择你 其实我好像是一样的 我也是 是吗 好, 今天我们讲的这件事很特别 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在哪里起源呢 水 水, 没错 我们有最简单的 水生的这些单细包生物 然后随着… 因为以前来说 所有生物都走上陆地 其实现在司机告诉你 其实我们有时候 我们不太想走上陆地 想起我们小孩的时候 在水里玩得多开心 我们完全不想出生 但是很无奈 始终我们地球地学会运动 是 本来有地学在水里面 慢慢运动 慢慢走上地面上面 这些植物和动物慢慢走 被迫走上陆地 当走上陆地的时候 要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 会怎样呢 喝少一点水 但是刚才我们刚才说了 植物和人都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什么 我们经常笑一些女士们 是水做的 其实植物也是水做的 是 一八成到九成都是水做的 是 水植物看起来也有很多水 但是它又不能长时间 浸在水里面 知道为什么吗 可能长时间太多水 之后根会困难 没错, 为什么根会困难呢 吸收太多了, 已经发胀了 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眼睛见一棵植物 不要只见到叶、径、针 其实每一部分都是有生命的 它每一部分有生命的物质 它有什么特色 为什么我说这个杯子没有生命呢 不会痛, 不会吃, 不会什么 当然不是, 它是呼吸 呼吸 如果这杯子会呼吸的话 我也很小心 因为它跟它差氧气 明白吗 所以生物和死物之间的分别 就是桌面不会呼吸 我要呼吸 第二就是它没有自我繁殖的能力 人会自我繁殖, 植物都会自我繁殖的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分别就是这里 明白 所以当我们选择植物的时候 我们去选择植物的时候 它会从水上走到陆地上面 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要很小心 究竟我需要多久浸一次水呢 您平日的调整 geo lugares 你是怎么缘的 我看到植物好像热静 但是沥干面均的时候 我们要加水 Strawленs也很明显 他说得到双双, 说一切 是的, 醃了下去就淋水 但是留意一下, 你不要跟觀眾說清楚 你的醃下去是下層老的醃 就是頂頂兩塊最亂的醃 還是鎖得到整棵都丟了 沒有老的亂都丟了 有時老的亂都丟了 老的亂都丟了, 就有機會有病 有病了? 是的, 因為它是水管 你想想, 你家裡的水管 生瘦了, 塞了水 那你就沒有水上來, 老的亂都會塞住 但是相反, 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是最亂, 最頂頂的兩塊熱 先鎖得到的話 那就是特別是甚麼? 鐵水 沒錯, 那最老的兩塊熱 就是最底層的熱 都鎖得到特別是甚麼? 就是頂頂的兩塊熱 涼上來的 這樣? 這樣就不知道 水多嘛 水多, 水多的時候怎麼可以 那些小孩子怎麼在水裡 要閉氣的嘛 那你覺得, 葉有沒有鼻孔? 沒有 那鼻孔在哪裡? 就在葉的背後 那你要放棄的時候 就捏住鼻子 那葉就怎樣放棄? 就把葉垂了來閉氣 這樣… 是的, 所以很挑門 所以還有一件事 我告訴你 其實仙人蔬不是只有沙漠有的 熱帶雨林也有的 沒有種過嗎? 你應該吃過的 吃過的 是水果 火龍果 是的 就是火龍果 火龍果就是… 你會看到火龍果很特別 火龍果其實你看到像仙人蔬那樣 對… 不好意思, 這個是熱帶雨林裡的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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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東西依附著它 它每天都會有頭疼疼的 氣死你 它永遠向上爬 像做人跟香港人一樣 不斷向上 天天向上 它永遠不向下走 是 什麼時候向下走呢? 太重了 是啊 太重了就向下走 是被迫的 正常都是向上走 所以當我們選擇一些植物的時候 究竟它需要不需要水分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這件事 通常用這件事的話 其實我也是說一句話 我們以前學淋水都學了三年 我們常常說 零乾、密濕 這個是我基本的 所以 所以 寧願乾一點 乾不會乾死 一乾不會立即死 一乾即死 它也需要一段時間 引你一段時間 才慢慢死 但是水多呢? 水多就要浸在水裡 我沒辦法將它抽乾 是不是? 乾了可以加水 濕了可以去抽水嗎? 難道用防潮珠放進去嗎? 用濕濕機去抽它嗎? 不行的 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當植物的根在水浸的環境裡 它會出現什麼特色呢? 就是它叫做驗氧呼吸 驗氧呼吸會積聚什麼呢? 是毒素的 符蘭 符蘭的味道就是流化氫 其實流化氫的味道而已 但流化氫是什麼呢? 因為小孩子最發炎 不知道是小孩子的味道 有什麼不做過呢? 在旁邊扔了玻璃瓶的味道很臭 說你放棄 就是那種臭的味道 那種臭的味道 他說,Sir,你又弄我 我都聞不到 因為你不是蟲 第一個聞到是蟲子 蟲子 蟲子聞得到 其實已經… 沒什麼可能能夠調味它 所以寧願乾就不要濕 為何我說零乾就濕 就是這樣解釋 明白嗎? 第二件事就是 為何我們寧願乾一點 第二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植物很不同 只是一集一講 有不同的階段 營養階段生長得很旺盛 排汗能力比較好 但是它在開發結果的時候 相對來說 媽媽大約營養都開發結果 媽媽本來有很弱的情況之下 水又多的話 它很容易出現很多不同的病痛 例如荔枝 你記得嗎?2017年的時候 那年是沒有荔枝出的 是不是? 我印象了沒有荔枝 那年沒有荔枝出的 為什麼呢? 剛剛去三月一號風球 好像打風 打風,最早那年打風 一、三月就打風 已經沒有了浸 因為還要開發時間 沒有了 開了五、六月 那時要下大雨 那時要做果 做果的時候下大雨 那種果就掉下來 所以水對植物來說 不是影響到它的生存 連果量 到將來的水果的數量 都會受影響 所以為什麼這件事 對網上觀眾也好 對我們種植物的人也好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說從花開 變成差不多形成的時候 就不會再淋水了 對,水太多 反而會下的 還有下肥的呢? 對, Margaret 真的比我更加聰明 沒錯 因為我打算 因為肥料這件事很壞 我們現在人類和以前不同了 以前就靠老爺給多少吃多少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田不夠肥 那就下肥了 對 所以就是… 打算比操縱大 打算比操縱大 我們打算有一集 我們會專題說肥料 對 那怎樣下肥 下得對 我們叫適時 適態 即適當的時間 適合的姿態 是 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是 我們經常說我們做事 跟做人一樣 我們要按上天給了什麼條件 我們做什麼 我們叫樂天之命 信天而行 即正如大家可能到這個年齡 開始樂天了 信應生命 所以為什麼需要虧援壓 壓壓 就是我這個節目出現的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 當我們越說越多 這個大自然和我的關係之後 你更加會和… 我才覺得我們跟人和大自然的關係 沒有分開過 我們更加能夠順應天命 好嗎? 三十而不惑 四十而立 這是中國傳統的智慧 好 我們下一集回來的時候 繼續說其他三件事 尤其和環境有關的事情 上次說了陽光、水 下次會說什麼呢? 這個也是很多香港的觀眾 很少會留意 但是我覺得需要大家 永遠都要留意的事情 下集再見 好, 再見 拜拜 有很多人 που叫做 點心